大家好,欢迎来到加拿大国际学生杂志台湾频道 我是Michelle 来到土地面积第二大的国家 除了交通工具之外 去哪都得用车 如果有当地驾照在手 不但非常的方便之外 还可以当作身份证明之用 今天就要来教大家如何在BC省用台湾驾照 称换当地的驾照 还在烦恼的你 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准备吧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 台湾在加拿大总共有三个办事处 其中一个就位于温哥华 管辖范围相当广大 包含卑斯省、亚伯达省、沙士卡齐湾省 以及西北特区、玉空特区、还有努纳福特区 也就是说 加拿大西半部地区几乎都归属于这个办事处所管 要申请文件都必须来此 那到底该怎么申请呢 这里呢,我们就五个步骤教你完成 第一步骤 确认资格 如果只在加拿大短时间停留 可以持国际驾照、驾驶六个月 但如果计划超过半年 就非常建议申请换发当地的驾照 换发卑斯省驾照有下条件 第一,年满18岁 第二,持有加拿大六个月以上的居留权 也就是学生或工作签证 观光研签或是永久居民 第三,持有中华民国核发正式有效的驾照 两年或两年以上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持照未满两年的人 虽然可以免除尝试测验 还有道路驾驶测验的要求 但是只会发给申请人相当于第七级的卑斯省驾照 必须通过测试完成卑斯省 渐进式考驾照制度后 才可以获发第五级的普通驾驶执照 第二步骤 在台湾申请文件 在出发来加拿大之前 在台湾有两个需要申请的文件 第一是国际驾照 因为如果一下飞机就想要驾驶车辆的人 肯定必须要申请国际驾照 如果还不确定什么时候有机会驾驶 就不一定要申请 不过小编在此建议大家 申请者以便不时之需 在台湾申请时 记得携带身份证或居留证 两年内拍摄的两寸彩色照片 驾照证本 护照影本 以及新台币250元 第二个需要申请的是 无照式证明 也就是驾照审查证明书 申请焕发卑斯省驾照时 需要这个证明 如果出发前真的忘记申请了 可以请家人帮忙申请 在邮件寄到加拿大 那申请的时候 记得携带身份证或居留证 证本或影本 驾照证本或影本 以及新台币100元 第三个步骤 在加拿大申请文件 到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申请驾照翻译 等待的时间大概是一到两个星期 申请的时候 记得携带护照证本 台湾驾照证本 以及两项申请文件 值本 我们在下方的连结有提供网址 大家可以去下载这两份需要填写的文件 请填妥资料后再出发前往办事处 第四步骤 预约 来到加拿大后有一件必须要适应的事 那就是处理事情的速度 那些在台湾可能当天就完成的事情 这里可能需要花费两个星期或是更多的时间 为了有效减少等待时间 预约办事就非常重要啦 首先 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开放半个月之前的网路预约 目前不提供电话预约 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还没有开放现场等候的名额 因此小编认为 想要尽快拿到当地驾照的话 可以在出发来加拿大之前就预约好 别拜拜多跑了一趟 我们在下方的连结也有提供预约网址 在此提醒大家 各项预约申请人数上限是两人 如果第三个人或三个人以上 就必须另外预约时间 再来是ICBC驾照办公室 我们在下方也有提供预约的连结 点开这个连结 在地图中选取距离你最近的办公室 并且点选Book and Appointment 预约 无法事先安排或临时起义的各位别太担心 ICBC也提供现场排队等候 但这个蛮靠运气的等候时间不等 最久几个小时都有可能 再来最后一个步骤 准备口试及换取驾照 文件都准备好了之后 就只剩下到现场进行口试及拍照缴资料啦 小编强烈推荐大家 当天拍照时多多少少整理一下服装仪容 毕竟这个证件会跟着你好一阵子 各种检查证件时也都需要拿出来晃一下 出发前往ICBC之前呢 记得再检查一遍文件是否都带齐了 第一 护照证本 第二 台湾驾照证本 这个证本会被ICBC收走 不用太紧张 就是一个A驾照换B驾照的概念 第三 无照式记录证明 第四 驾照翻译 第五 半年以上的签证或永久居留卡 第六 加拿大居住地址 也就是邮件寄送的地址 因为证件并不会在你办理的当天就拿到 都会以邮寄的方式寄送到你家 第七 加币100元邮照 接受现金或刷卡 至于口试 题目不多也不难 不用太紧张 一切顺利结束之后 当天会拿到临时驾照 提供收到证本驾照之前使用 请注意有效期限 一般来说会在申请后的二到四个星期收到证本 到时候别忘记注意家里的信箱哦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啦 在这里呢 小编先预祝大家 幻发驾照成功顺利 如果喜欢这次影片的主题 欢迎按赞留言加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要知道的主题 希望我们拍成影片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哦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